对于新加坡大满贯赛事的单打比赛来说,最大的惊喜莫过于陈梦的比赛表现。 应该说国拼对陈梦极其重视,国际拼联对陈梦也极其重视。 要不然陈梦怎么可能排名世界第二,去出席新加坡大满贯赛事的抽签分组仪式呢? 在抽签分组的仪式,现场陈梦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去参赛,着急的心情可见一斑。 可是,真到了比赛当中了,陈梦的比赛表现难以让球迷满意,主要是毫无进取之心,打得比较吃力。 面对跟萨玛拉的比赛陈梦老是发一些冒高的扮出台球,这不是等着对手进攻吗? 发一些下旋球,不就能够限制对手,再接发球,直接正手抢攻吗? 这个球迷都能看明白的战术,主管教练马林跟陈梦难道就不清楚吗? 可是,自始至终陈梦的比赛表现都非常平静,丝毫没有看出要逆转的感觉。 球迷还记得在大满贯赛事单打第一场比赛的赛后采访当中,陈梦表示状态不好, 但是终于挺了过来。 言外之意陈梦似乎着急结束比赛,并没有表现出太过担心的模样。 力不从心是陈梦在比赛当中留给球迷的显著感觉, 尽管还被称作是终生代选手,但陈梦确实已经迈进了老将的行列。 国拼队内还有比陈梦更大的选手吗? 也只有刘诗文了,但刘诗文基本上已经处于半退役的状态了, 只是在国拼挂了一个名字而已。 一些陈梦的粉丝看到陈梦被萨玛拉击败之后, 就认为萨玛拉是一代名将。 其实,根本没有必要去吹捧对手, 萨玛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, 而且萨玛拉始终也没有获得过国际大赛的单打冠军。 这些年萨玛拉留给球迷最深刻的印象, 也就是击败陈梦了, 在各类比赛当中根本看不到他打进四强的身影。 所以,别看萨玛拉赢球了, 陈梦粉丝对萨玛拉的那种吹捧只能施尬吹。 因为一个赛前都已经提前预定了反乘机票的选手, 在比赛当中根本就没有信心击败陈梦。 输给这样一个对手, 让球迷重新认识了萨玛拉, 只能说这确实是一波福利。 陈梦的名气还是因为太大了, 顺带着萨玛拉也引起了关注。 就像去年击败陈梦的斯佐科斯一样, 今年连国拼得00后, 选手陈毅都打不赢, 这样的实力真的很强吗? 这根本不是外协竞争对手太强造成的, 萨玛拉和斯佐科斯世界排名都不高, 而且也在国际赛场缺乏存在感。 所以球迷还是要从陈梦自身寻找输球原因, 不要总认为对手实力太强。 对陈梦来说, 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在世平赛单打夺冠, 但是这条大满贯之路, 随着竞争对手实力的增强越来越难了。 陈梦一直有偶像包袱甩不开, 很害怕输给主要的竞争对手, 所以参赛次数不是很多。 越是参赛次数少, 对竞争对手的了解越有限。 不要以为跟对手不交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, 这样一来会变得更加生疏。 连刘国正自己都说, 以赛代练才是保持状态最好的方式, 还是应该多打比赛, 才能积累丰富的阅读比赛能力。 虽然参加比赛次数少, 可以减少跟主要竞争对手交手的次数, 保持胜率。 就像陈梦确实长达三年时间不跟伊藤交手了, 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, 而粉丝总是认为陈梦才是对战伊藤美成最好的选手。 可是这些粉丝从来不谈双方最近的交手次数, 因为就没有交手记录, 又如何谈起呢? 对陈梦来说, 现在有些起虎难下的感觉。 一边是热情的粉丝追捧, 另一边是竞技体育的比赛成绩压力。 陈梦也只有像马龙那样勇于面对, 才能展开破局之战, 不要畏惧跟主要的竞争对手去交手。 越是不交手越会产生心理压力, 长此以往就会产生逃避心理。 并不是说萨玛拉击败了陈梦, 而是粉丝的压力击败了陈梦。 在粉丝心目当中陈梦是国拼的领军选手, 永远是不败的象征。 所以不输给主要的竞争对手, 对陈梦来说就成为了重中之重的比赛任务, 但是单纯靠减少比赛次数来达到这个目标, 越来越困难了。 毕竟, 2023年的国际比赛每个月都要举办, 陈梦只有不断参赛, 国际积分跟排名才能保持住。 只要参赛不可避免的就要遇到各类对手, 除非陈梦现在选择直接退役, 或者像刘诗文那样处于半退役的状态, 才能避免跟主要的竞争对手交手。 但是为了避免对战强敌而提前输球, 那就等于是给其他外协选手送福利了。 输球之后的陈梦可能感觉到也有些不好意思, 在之后进行的双打比赛当中, 特地把脚上缠了一些肌肉贴。 其实这就是告诉自己的粉丝自己受伤了, 但是很多粉丝也纳闷, 之前陈梦在比赛当中输球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肌肉贴, 怎么输球之后反而出现了肌肉贴呢? 虽然陈梦想告诉球迷自己脚步有伤, 但是球迷也越来越理性。 为什么有伤还要参赛, 就不能把伤病治好了之后再去参赛吗? 之前有伤病的时候不是也主动选择退赛了吗? 有伤病影响成绩谁不知道, 但是既然参赛了, 肯定就达到了比赛的要求。 所以陈梦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输球, 勇敢地向大满贯冲击, 证明自己的时代真的来了。 可惜的是陈梦在本次赛事遭遇这两大揭空, 原本本次新加坡大满贯是陈梦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, 因为冠军可以获得2000积分, 再加上可以提前获得一个士兵赛名额, 对于陈梦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。 本来到手的积分和奖金几乎全从手里溜走。 根据新加坡大满贯赛事的规定, 团体项目的奖金是12000美元, 积分是2000积分, 所以在和两者评分奖金后, 如果陈梦的女双和混双都能拿到冠军, 陈梦可以拿到12000美元, 不过按照国拼的规定, 陈梦只能拿走其中一半的奖金, 另一半要分给国拼的教练组和后勤保障人员, 所以陈梦最终能够拿到手的奖金是6000美元, 折合人人民币41300左右。 不过对于陈梦来说, 这并不最重要的, 最重要的夺冠带来的三个收获, 第一个是最直接的收获, 夺冠后, 陈梦可以以更好的斗志和面貌准备女单的决赛, 要知道女单的冠军奖金可以是10万美元, 这可是一大笔财富。 第二是拿下两冠, 陈梦心理上可以最大的释放, 全力冲击女单冠军, 一旦拿到女单冠军收获2000几分, 陈梦就几乎锁定了一张奥运会女单的门票, 也能证明自己的时代是真的来了。 当然,以上都是假设, 毕竟在陈梦的职业生涯里, 只差一个士兵赛冠军就可以成为国兵女队第六位大满贯球员。 而面对如此好的机会, 陈梦却早早被淘汰出局, 从东京奥运夺得奥运女单冠军开始, 陈梦的职业生涯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, 尤其是伴随着孙颖莎的发挥出色, 两人的地位已经发生逆转。 如今被孙颖莎彻底拉开差距的同时, 陈梦职业生涯充满遗憾。 而且极有可能重复曾经试解刘诗文的悲剧, 那就是职业生涯终身与大满贯荣誉无关, 那么陈梦会实现涅槃重生吗? 如何看待陈梦在本次赛时的表现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